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现在可以跟你说 乔治为什么让我来这儿呢 我刚才打了一个赌 赌活着的意义 来 今天是乔治生日 生日快乐 我不管去见他 为什么 我还没查出他的死因 不说是因为抑郁症死的吗 我不信 所以那天突然从天台上 掉下来一个假人 电台的钥匙 我找无意的人花了点钱 偷偷配他 其实我猜到是你了 别光自己喝 来 颜头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你你笨的 不帮你 你扫滚蛋 可是你这样真的特别容易 让人误会 我为什么 我问你 你喜欢我呀 你能别把我们的关系 说得这么饿死吗 那你以后就别这么帮着我了 不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不亏欠什么 反而也不亏欠我什么呀 我只查到 他死前一直在被 放高利贷的人住宅 在你以前工作过的集餐厅 你还帮他打过架呢 原来那天老推跟我说 有人去餐厅查我 是你啊 你查我干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想查他的死因 那然后呢 也许 也许是因为你帮他打过架 他才让你来声装的 我觉得 盛装在乔治心里 是不随便存在吗 就因为我替他打过架 他就能让我来上班吗 那为什么 来了盛装之后 虽然每天都有解决不完的麻烦 每天都有一对烦心事 但是我好像知道我自己是谁了 我喜欢跟你们一起开选题会 我喜欢跟你们一起熬夜下场 我现在甚至还有点喜欢 你跟欣姐一遍遍说 我稿子写得烂 还有陈凯怡 我看见她好像忽然就明白 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所以我现在可以跟你说 乔治为什么让我来这儿呢 我看她打了一个赌 赌什么 赌活着的意义 是很可怜的 赌人 不怕 是不说片 现在热爱 是哪儿讲的 但是不是不消化 是你 是这位